各位丰盛亲全的好朋友 当神提升我们的生命角色的时候 其中之一就是让你做守望者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从神来向守望者说的几件事情 第一,守望者有警戒人脱离罪恶的责任 所以神在这里说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戒他们 我何时指责恶人说他必要死 你若不警戒他 他也不劝戒他 使他离开恶行 拯救他的性命 这恶人必死在罪内之中 上帝警戒我们 守望就是去向他说警戒的话 第二,守望者的责任是救人脱离罪所带来的死亡 因为你假如没有警戒罪人悔改 或是回归正路 他会死在罪中 但上帝说你有责任 我要向你讨这个责任 他上面你有责任 我也要你负起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 哎呀,反正他就不听嘛 没有办法了 我就放弃了他 好,请问 神会放弃我们吗 以色列人屡次的背叛远离神 敬拜偶像 神会放弃他们吗 上帝接着和西亚书在那里说 我只能忘记你呢 接着以色列人屡说 夫人只能忘记村来的孩子 我也不能忘记你 神不能忘记我们 就是在罪中迷路迷途的时候 但谁去警醒他们悔改呢 神说就是你 我立你做守望者 你要去警戒他 劝戒罪人悔改到你面前 我要向你讨上面的罪 但若呢 假如你去告诉他 他不听 但是你就救了自己 脱离这个责任的罪 那个人就是自取去魅亡 但是你救了自己 第三种是什么 假如你去听 你去讲 那他呢 悔改 你就存活 你也就自己脱离掉罪 就救了两个了 他听了 救了他 也救了你自己 所以责任是有连带性的 守望者 守望者是神所所用的器皿 古时候神用许多先知 来警戒以色列百姓 有时候 国王会悔改来带领百姓认罪 有时候 他们还是印着景象 反而来逼迫为神讲话的人 像耶利米所遭遇的就是这样 但是今天的世代 谁肯为神讲话呢 谁肯起来做守望者呢 我常常对 儿童事工与学生事工 有极大的负担 为什么 因为在那里 有幼小的生命 有年轻人未来一生的前途 在他前面 假如他走对的路 他一生就成为神的器皿 立于社会国家 假如他从头读书期间 没有人带领他 他就走向自己的道路 他不一定去做坏事 但不能成为神的器皿 是很可惜的 所以今天我不知道 你对宣教有没有负担 我自己呢 为什么踏上宣教的道路 就是这样 是神差遣我 去警戒 这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使他们知道说 你假如悔改 归向主耶稣 我们的救主 你的罪得赦免 这是守望着最大的收获 看到人因为你敢向他警戒 他悔改归向主 因为我自己也是学习辅导的 所以通常我会用很多辅导的方式 来警戒人 所以用很多问话的方式 有时候明明知道 他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他现在走的道路是不行的 特别是在婚姻上面 很多人就跟着时代的时髦 以为是现在对我好的 我就要了 现在对我没有利益的 我就不要了 但是他不知道那个后果 那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后果 在婚姻上不圣洁 就是不但连害到自己 现在的家庭生活 也连累到儿女 但是有的人他就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敢真正向他说话 那我通常也会敢去跟这些人相遇 问他这是你看到的后果 你能预测到的吗 是有这样的后果 但是呢 有时候有人呢 听了一半就已经流泪了 有的人呢 不是 他说 我这一辈子要怎么过是我的自由 我何必为这个人呢 我不必的啦 哎呀牧师啊你不要劝我啦 反正我走的是对的 愿神灵敏我们 我们是有责任的 我们是守望者 我们要起来带领许多迷路的人 回到神面前 神要感谢你 信任我们 我们是有责任的 求你拆遣我们 用适当的话语 跟适当的方法 去到你所拆遣我们去的人当中 主啊我们要恳求你来守望我们自己 使我们不置边形几路 是走在神灵的主意上面 使我们一生过去回顾的时候 没有后悔 主啊感谢你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陈迷路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